大水冲断桥梁这座2017年以10亿经费重建完成的明巴克路桥 如今再次被冲毁,重建花费仍在计算中 但连日大雨同样让多处山区建设损毁 重建之路不免又是一笔庞大支出 过去地方政府若要灾后重建 大多依赖灾害准备金等等 甚至进行一缓季级的经费调整 而中央也会是情形编列特别预算 或是特别统筹的分配税款 但这些经费是否充足且能及时到位 可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可能就是他个人各个住户 他家的边坡 那像这样子甚至有的是深山的水源头 他有可能在这12年间都因为政府财力有限的问题 都没有办法被完全的附建照顾到 因此11号立委中嘉宾召开记者会 抛出建设风险移转概念 透过投保制度让受损的地方建设能及时取得费用重建 中嘉宾也提到 透过保险公司检视被保建设的安全标准 也能强化设施平时养护以及安全性 而过去在保险公司早有类似机制 然而国内目前没有一条法源依据 与保险公司进行沟通的药保条件 即相关规划 一位吴立华及吴莱区长也提到 原乡地区的建设全责复杂 各地的经费也有所落差 保费支出该如何分配承担 相关的淘宝标准及标的 仍需行政及立法院进一步讨论 原市新闻阿斯波罗立养立法院采访报道 阿斯波罗立养立法院采访报道